那這邊要多少錢 我們跟其他車行相比的話 我們這樣子一年下來 假設說300台車 那我是不是要花到450萬 光是整理的部分 這是我們比其他車行額外多出來的成本 大家好我是Ken哥 剛選舉完幾家歡樂幾家愁 但我們日子還是要繼續過下去 接下來就是過年了 也就是所謂中古車行的大月 那很多有用車需求的朋友 大概都會在過年前 不管你是小車換大車 還是說要新增購車輛 大概都會在過年前完成 那Ken哥把一些大家最近的問題統整下來 然後這應該是過年前 因為接下來會比較忙碌 那應該是最後 過年前最後一次跟大家聊一下 一些大家的問題 跟大家做解答 希望大家買車都可以順順利利的 這樣子 那第一個問題 最近其實一直以來客人都有說 你們都常在說整備整備 整備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這其實已經回答很多次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新的版友 不曉得我們的整個售車的流程 其實整備的話 你買中古車一定要整理 看誰整理 有些可能你去買 假設你有認識保養廠 還是說自己親戚在做保養廠的話 那當然你買車就買 人家所謂的現況交車就好了 現況交車就是 我現在到你這間車行看到這台車 它現在是什麼樣子 我現在就這個樣子賣給你 那當然如果你有一些親朋好友會看車子的話 其實 你就不用做鑑定了嘛 他們會看嘛 就請他們來看嘛 看車子有沒有組結構 有沒有泡水 車級號碼有沒有編造痕跡 沒有的話 現況交車 那你當然就回去自己整理 那整理一定要花錢嘛 看誰花而已 那在我們這邊的話 就我們花嘛 那我拿最近的一台就是Mondeo 目前還在整備中 剛賣掉的車子 那以目前來說 整備 到底是整備什麼東西 我當然看每一台車的車況嘛 譬如說像那一台 那我們就把油水換一換 機油 變速箱油 水箱水 就是所謂的冷卻液 我們把它換掉 然後再來就是在行駛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前方會有液音 那種聲音 那檢查出來 它是避震器 會有液音 那台車我們接下來要整備的東西 就是避震器 這樣子 那還有一些 譬如說 後面的LOGO 要把它更換掉 然後 電瓶的壽命 已經剩下二十幾%了 那我們就把它換掉 這就是整備 那這些東西加一加 其實已經兩三萬塊錢了 這就是整備 那其實這邊可以講一個就是說 其實大概有超過五成的車行 他們還是屬於比較偏向現況交車的部分 那我簡單講 如果說今天 我們平均一台車 我們HPS售出的車子的話 一台車大概要 加上萊因鑑定的金額 我們大概 我們就抓一萬五就好 那當然也有更高金額的 還有一些 當然也會有車況很好 我們可能就是 保養座一座就可以交車的那一種 那我們切一個平均值 就是加鑑定費大概是一萬五左右 對單一客人來講 對跟我們買車客人來講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一萬五 一萬五就是我們花 為了這台車我們幫你整理 這些幫你整理的金額 這樣子 那你看喔 我們一年假設我們賣三百台車 那這邊要多少錢 我們跟其他車行相比的話 我們這樣子一年下來 如果假設說三百台車 那我是不是要花到四百五十萬 光是整理的部分 這是我們比其他車行 額外多出來的成本 對 那其實在中古車行的營運之下 其實任何企業的營運 大家要求的可能是一個 利潤極大化 但是其實以我們這樣的做法的話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追求利潤極大化 如果我們要追求利潤極大化的話 我們根本不可能幫你整理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是做一個永續經營的部分 那就是說 我們也希望說 你今天跟我們買車 然後有一個好的體驗 然後你介紹你的朋友來跟我們買車 那我們會一直把我們的理念 就是我們要幫客人 把車子整理好之後 最起碼我交給你的時候 是以現在的車況是無代休的部分交給你 這樣子 我認為才是一種 中古車行的一種永續經營的方式 所以整備的部分就是這樣子 好 再來第二個問題 每個人預算不一樣 有些人的預算 就是我十出頭萬 十幾萬我要買一台代鋪車 但是又有時候會 有一些客人很可愛 他就說 哇十幾萬 你預算就是十幾萬 十幾萬當然我們就是買 可能年紀稍微大一點的車子 這樣子 那可能又怕說 我十出頭萬買一台車 它裡面東西會不會壞得差不多了 那其實又回到整備這部分 其實十幾萬 年紀比較大的車子 真的就會 開一下就會 全部又什麼東西都壞掉 引擎還可以撐多久 這也是常人家在問的 那可以跟大家講說 引擎的部分 大概是一台車裡面可以撐最久的 它基本上是不太會壞的 除非是一些比較新世代 比較高科技的 又渦輪又油電 全部整合在一起 又省油 動力又大 配合各種系統 全部集合在一起這種東西 那當然高科技的東西 一定比較容易壞 那其實這個問題以前談過 就是所謂的 智障型手機 跟智慧型手機 它們的耐用程度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回歸到 十出頭萬的車 你大概買到的車 會是200幾年的車 或者是2010年之前的車這樣 那如果說你預算實際的話 第一個 KAN哥比較不建議你買的是進口車 假設你今天十出頭萬 也許你可以買到一台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不管 可能你可以買到一台Polo Lupo 還是 再就 可能就一點 那種老夠服 這樣子 服飾的車子 所謂進口車的部分 當然BMW那些也是有啦 146那些 可能也許你都買得到 但是十幾萬一定是現礦交車 那現礦交車那種車來講的話 基本上你回去要花很多錢 因為料錢貴嘛 那當然保養的部分是不會有差的 如果今天進口車跟國產車 常常會有人問說 進口車跟國產車在保養的 費用上面會不會有差別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因為就是換機油 換變速香油 有啦 可能變速香油會比較貴一點 因為你要用可能原廠的啊 進口的 那他可能 每一瓶的單價就比那種 國產車的油還要貴 然後再來就是說 有些進口車 換變速香油的時候 你要連油底殼啊 因為他的濾網就坐在油底殼上面 你要把它一起換掉 那當然如果說像一些雙B啊 EA2B這種車型的話 可能你去換 原廠換變速香油 基本上他所有拆到的螺絲 還有他的油底殼 就是在一併 你在換變速香油的時候 都一併換掉 那當然整個金額會飆到很高 就幾萬塊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今天 預算十幾萬 要買一台代步車的話 我會建議你買好養的車 有哪些是好養的車 第一個 不好意思喔 剛剛有一個就是來 車代公司來拜訪 所以總對 我們剛剛講到哪裡 對 講到 買好養的車 對 如果你是十幾萬的話 那當然十幾萬 為什麼人家講神A Toyota神車 因為他好養 基本上 換換機油 他就可以活得很好 那當然你就可以買這種車 再來就是說 有一些2000 2000幾年的車款 他是自然進氣的 然後他的變速箱 是屬於四速手自排 或四速自排的 這種比較不容易壞的變速箱 我認為都是很好養的車 那我們店裡的話 現在十出頭萬的話 就是有那個 Focus五門的 五門的 那之前就有一個 就有客人問說 為什麼之前四門的 可以賣九萬八 為什麼現在這個要十出頭萬 因為五門的車本來就比較貴 我真的我也不想要 我也希望可以九萬八賣你們 可是就不允許 我們就是 一定要有利潤 我們才有辦法 因為我們車子也是要整理給別人 我真的是沒有賣你貴 就五門車在這市場上 絕對就是會比較貴 跟四門車相比 所以十幾萬的車 第一個就是買 所謂的 神A RTIS Vios 然後再來就是說 同時期的Focus二代 那也是非常好養的車 那比較其他的話 可能像同時期的Centra 可能就沒有那麼建議 他就相對的比較沒那麼好 因為他OK 不談這個 再來 這個也是每年都要回答的問題 就是 我現在買車 年底買車 跟我明年買車 會不會明年就更便宜 OK 可以跟你講不會 不會 中古車價它是一直在浮動的 它是隨著 每一個月一直一直 它會一直在變化 那這兩年來 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兩三年來其實中古車價 有一個比較吊詭的部分就是 有時候它是不降反征的 就是 年 我們時間過去了 但是 某些車款它是 車價是沒有比較便宜的 甚至還有比較高一點 這樣子 甚至是持平 這樣子 但是 好 剛剛Ken哥已經說了 年底前買跟年後買 價錢是一樣的 其實 大部分車行 在年底 價錢大概都已經修正過了 就像我們現在也其實已經 都是修正過的價錢 但是你明年買跟今年買 第一個 最大的差異 就是稅金的部分 如果你今年買的話 車輛只要一交易完成 過戶完之後 當年度稅金就要完稅 包含你的牌照稅 跟燃料費都要完稅 那如果你明年買的話 你就把明年度 你就要直接完稅囉 也就是說如果以一台 1.8的車子來講的話 你明年只要1月1號買車 明年然後過戶的話 你馬上就要把明年整年度的稅金 1.8級巨的話 一年的牌照稅 燃料費加起來是1萬1千9百30元 那就大概1萬2 你就要馬上完稅了 那如果是你今現在 年底買的話呢 你明年繳牌照稅是4月的事情 然後燃料費是7月的事情 那相對來說 你可以把這些錢 因為接下來今年過年早 一月宗教過年的這些錢 就拿來過年先 好好過個年嘛 犒賞一下自己 4月的時候再去繳錢 其實這就有點像是 錢當然是一定要繳 但是什麼時候繳 我現在可以多留一些現金在身上 我覺得也是不錯 到時候也是要繳 但是他可以沿了這幾個月 再去繳這樣子 ok 接下來這個問題比較精彩一點 很多客人現在看到 主要是8891 看到很多車子 其實中古車一定都有一個行情在 比如說像庫嘎15年左右的 如果是2.0旗艦版的 可能就大概在50萬40尾巴這樣子 那如果1.5的頂級版本的話 大概就是45萬上下 他是有一個行情存在的 但是最近呢 在8891上面 會發現有 有一些車行 我就不講是哪一間車行 你會發現他的行情都便宜 便宜 便宜一般的行情大概10萬15萬 甚至更高一點的 可能更新一點的車 單價更高 可能便宜到20萬 那我有去了解一下 對 他們都實車在庫啦 我要坦白講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低的價錢 其實車子都有一定的行情在 有這麼低的價錢 就一定有問題嘛 那我去聊 Ken哥去了解一下 第一個 大部分就都調表車 但是他不錯 他都會跟你講說 這台車是里程不準 可能實際上是跑30萬 現在可能調到甚至10萬 調表車 再來就是說 這台車 有大撞過 前面有切 前面有切 或者是A車拼B車 或者是有泡水 之類的 所以會這麼便宜 但是這些車子 在你8891看到的時候 他不會跟你講 但是他有一個 我覺得不錯的地方是說 這間車行的話 是你到現場之後 他會跟你說 他會跟你說 因為車子有狀況 所以他會比較便宜 比行情還低 那其實Ken哥之前都講過 車子 沒有不能買的車 只有不能買的價錢 那如果說 車子 譬如說有切過 車台有切過 主結構有試 然後表有調過 你覺得無所謂 但是你可能有便宜個 10萬、8萬、15萬 你覺得無所謂 那能不能買 我也覺得好像沒有什麼 不能買 因為他便宜很多 那當然就是說 其實是一樣 一樣意思啦 你現在便宜買 你到時候賣 可能也不太好賣吧 不太好賣 如果你以後開一開 你自己要賣 有問題車 大家都不願 因為其實 大部分的車行 目前的營運模式 都還是以 會比較偏向 比較喜歡收票 輛車 那我們當然是其中一個 因為我們都還要 萊茵鑑定這些 這樣子 對 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要過年了 最近車子 整個流動的 會比較快 那 每次到過年呢 其實 會比較忙的原因 是因為 基本上 過年前 農曆年前 現在都會 像現在也是 我們就開 一樣就是開放 你如果現在 在中南部 沒有辦法即時 上來看車 但是你又 想要買我們 某一樣商品 某一台車的話 我現在其實就開放 線上附訂 那其實 Ken哥前兩天 也才線上收訂的 那個黑潮焦點版 就是 其實 不是很喜歡線上收訂 因為線上收訂的話 就是也要讓 開下去讓你們看 其實這個時間上面 也是會 會拖一些這樣子 那 但有一個好處 譬如說你住新竹 高雄 台中 不管比較遠的地方 我今天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開車下去給你看 表示這台車 車況基本上沒太大問題 它是可以開長途的 但你也會更安心 過年前就會有這個東西 如果你看到 真的看到心儀的車款 就線上附訂吧 有時候真的 過年前 依網利一定都是用 一台車 沒有辦法滿足所有人要嘛 所以就是 會比較用搶的這種感覺 那 過年前 應該是可能 再拍個 一兩支影片 那一兩支影片 會比較 否就是 可能現在比較流行的 車速的一些 一些分享 或者是說 一些 車子配件 怎麼樣增加 你的 行李的 承載量啊 之類的分享 如果有時間的話 會主要是拍那個東西 那 今天就是這樣子 過年前一些買車的疑問 大家 比較多的疑問 Ken哥今天做一個解答 這樣子 希望大家對他買車有幫助 也希望大家 都可以買到 心儀的車款 當然 就記得 如果覺得 Ken哥服務不錯的話 就 來找我 我一定 不敢 就是 盡我所能的 把車子 漂漂亮亮 該做的事情做一做 然後交給你們 讓你們 接下來的假期 年假 都可以 有車子可以開 可以出去玩 然後大家都開心 這樣子 謝謝